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6月15号了 昨天老妈给我发微信说 她准备来庐山一起过端午节 那么我就非常高兴 那么现在就准备去考察一下 因为要给老太太安排一个房间 因为老人住房车还是不方便的 尤其是我妈岁数也大了 考察房间主要考察我周边的 因为这样我房子周边的 这样的话它方便一点 吃饭也好 我照顾它也好 比较方便 先再看看附近的几个宾馆 这个宾馆是离我车最近的一家 就在我的对面 看上去条件还可以 比较干净 不知道热水怎么样 您的热水是热水器吗 还是什么 是老有热水吗 对 随时都有热水的是吧 就这个有点不太方便 老人 老人用浴缸不太方便 怕摔着呀 有那种 有淋浴的吗 有 哦好好好 这个可以啊 这个淋浴行 淋浴有没有防滑垫呢 怕它摔着 就怕老太太摔着 行行行 不过这边不朝阳是吧 可能好 这边稍微朝一点可能 我看看朝不朝 这是家庭房 也还好 这两天路山没有下雨 它晴天也还好 好啊 这个房间基本上确定了 就这个宾馆 还可以了啊 最关键是禁方便 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呀 吃早餐呀 还我陪他都方便 我看了看 现在这两天 卢山没有下雨 也还不错 然后就定这个 怎么样去接我老 接我老妈啊 这边好像没有车 能够直接到高铁站的 卢山 卢山有个高铁站 叫卢山站 必须得坐车到山下去 然后再从山下 再坐车到高铁站 有点啰嗦啊 他就没有一种直达的车 能够到卢山站 所以我还得去下去 去接老太太一趟 总之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陪在这里一起过当午节了